前進釜山 戰 台灣影視作品 前進韓國釜山影展 不僅角逐亞洲內容 及全球OTT大獎 電影作品更是不容小覷 瞎帶話題演員成為焦點 台灣波蘭核之電影 次行切骨才剛獲得 捷克影展最佳導演獎 主演的曹佑寧 一身中空黑色西裝 與台北電影節非常新人 劉修甫在台上玩不出pose 笑料擺出 這是我第一次去赴山 很期待 小大夫在做什麼 吃海鮮 那個氛圍其實 會讓人很期待 然後也很 我覺得相對的來講比較放鬆 對 然後觀眾的反饋 其實是非常的直接的 我喜歡你 我是真的真的很喜歡你 電影《夏日的檸檬草》 創造幼寧宇宙 搭配台北電影節非常新人 及非常演員李莫歌手樓俊朔 福山映展將特別舉辦千人戶外大放映 憑藉無聲獲得 金馬五七最佳新演員 上屆福山映展 包回年度新星獎的陳妍飛 這次一頒獎人參與 將出席自身電影作品 夜校女生全球首映 也是第二次去 我覺得好像更緊張了 然後也很期待 當天大家聚在一起的 那種我們去演 以俗女養成記 在影視圈掀起女力旋風 導演顏藝文 集結抽牆卡司 協同金馬金中雙料影后 現影宣 影后登上串流平台 為演心轟動 引領全球觀眾 一窺女演員的生存之戰 台上直接上演影后們的 丟結球過招 也讓影后劇集 會聚超高期待 資深編劇徐玉婷 更希望台灣影視作品 能夠被看見 被聽見 被獎項加持 我覺得是很棒的事情 所以希望接下來 可以賣更多的平台 很多人可以看見 台灣影視作品 前進國際影展 全球能見度 與市戰率逐年提高 也讓世界看見台灣